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 在每年的7月底8月初 中共的退休元老齐聚北戴河避暑圣地 名为度假 实际上是一年一次的难得机会 就是元老们共同交换意见 给现任的现任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 而在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 中共的最高领导层 中央政治局常委 包括中共总书记 也会亲自到北戴河来听取老同志的意见 表示对老同志的尊重 不过今年的情况似乎不一样 今年或许北戴河会议不开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主要和这次的三中全会有关 一般中共的中央全会 是在10月份或者11月召开 所以在7月底8月初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 那么现任的中共领导层 就可以针对很快就要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议题 向元老们征求意见 然后把元老们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全会的内容中去 而今年的中央全会在7月中旬就开过了 而且在今年之内也不可能再召开一次中央全会 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在北戴河会议上 就中央全会的议题向元老们征求意见 既然是这样的话 北戴河会议本身也就没必要召开了 人们现在纷纷议论 这一次公布的三中全会公报很诡异 什么事实内容都没有 都是一些通篇大话空话套话这些口号 为什么三中全会公报会这样呢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三中全会就是这么开的 会议上大家都在谈假大空的空话 所以三中全会公报自然就成了一份假大空的公报 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三中全会上出现了激烈的党内斗争 不过在最后写会议公报的时候 因为各方面的意见不同意 所以只好把会议公报写成一个没有争议的假大空的内容 真正有争议的内容是不会写进会议公报里去的 因为中共还要对外表示他们党内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现在看来也许上面说的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就是三中全会上出现了激烈的党内斗争 所以在最后的会议公报 为了反映和展示党内的团结 只好通篇都写那些没有争议的假大空的内容 这一次三中全会上出现激烈的党内斗争 首先我们从中共第二把手 郭文件总理李强被排除在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小组之外 可以看出来 根据习近平本人的说明 这一次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 是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 王沪宁蔡奇丁薛强担任副组长 完全没有李强 按理说党内第二把手郭文件起草小组 他应该是这个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副组长 因为三中全会有大量谈经济的内容 而李强是主管经济的 不让李强参加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 李强就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意见主动反映到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不让李强参加文件起草小组 也就说明习近平对李强不信任 而习近平对党内的第二把手郭文件总理都不信任 这也就说明党内出现了系列的斗争 有意思的是李强也公开反映出他对习近平的不满 7月19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李强主持召开的会议的新闻稿 居然只字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现在大家都知道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就是对习近平表达忠诚的专用语言 一个高官在讲话中提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他就是表示对习近平的忠诚 如果高官在讲话中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那显然就是他对习近平是有意见了 不是那么忠诚了 这次李强主持召开的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会议 居然只字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就让人们感到李强对习近平也是公开表达他的不满 好像都有一点造反的味道了 而李强之外的其他中央政局常委 在召开相关的党组会议时候 在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 都提到了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比如说7月19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这个会议的新闻稿说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深刻理由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在比如7月19号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这个会议的新闻稿说 会议强调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在比如7月19号 中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纪委书记李希主持并方法讲话 这个会议的新闻稿说 会议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确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一户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王沪宁 李希 他们在开会时都提到了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唯独李强在开会时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那么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书记蔡奇 因为蔡奇他没有一个领导的独立的党组 他是属于中共中央的 所以蔡奇没有召开党组会议 传达贯彻学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因为他是副总理 他只能参加总理李强 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 他没有资格独立召开党组会议 所以后来蔡奇和丁薛祥 在其他场合也都提到了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唯独李强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这就表现出来现在李强好像加入了中共党内反习近平的势力了 还有就是习近平的主要亲信之一 公安部长王小红最近也出现一些反常现象 好像他对习近平也不满了 7月24号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到贵州调研公安改革工作 但是新华社的报道王小红的讲话内容却只字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王小红讲话只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要坚持和加强中共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完全避开不提习近平 王小红作为习近平的主要亲信之一 所以过去他在讲话中一开口就提习近平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讲话精神 所以这次王小红在外地考察的讲话 只字不提习近平也不提习近平思想 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还有人发现7月19号公安部党委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而公安部网站的新闻说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把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实习全国公安机关的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这个报道通篇没有提到习近平和习近平思想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王小红对习近平不满 倒也是情有可原 因为不论从资历还是资格 或者是按照惯例 这一次王小红都是应该进入中央政治局 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 按照过去中共的惯例 中央政法委书记都是由公安部部长提拔起来的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王小红已经是公安部部长了 所以按理说他应该毫无悬念的 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 习近平却提拔了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青 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法委书记 王小红还是原地不动 还是担任公安部部长 国家安全部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 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 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开天批地的第一次 似乎这就是习近平故意要不提拔王小红 所以王小红对习近平的不满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国家总理李强 公安部长王小红 他们过去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是亲信不等于他们就会永远效忠于习近平 最亲密的亲信变成敌人 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的亲密战 有接班人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敌人 还要试图暗杀毛泽东 所以现在李强和王小红改变立场 不再效忠于习近平了 这在中共党内来看也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事情 因此这一次李强和王小红的异常表现 都暗示在三中全会上可能发生了激烈的党内斗争 还有就是7月23号 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专题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应邀出席开幕会并做报告 这就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事情 因为全国政协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蔡奇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和全国政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平时全国政协开会根本也没有必要去请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来做报告 这一次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会 特别请蔡奇来做报告 意思显然就是王沪宁和蔡奇要联手合作了 现在习近平最信任的政局常委 第一个是蔡奇 第二个就是王沪宁 按理说蔡奇和王沪宁 他们两个人都是习近平的宠臣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不太好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个竞争关系 都要在习近平面前争宠 所以这个关系很难好得起来 因此如果是蔡奇和王沪宁 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 这才是正常的 现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王沪宁和蔡奇两个人放弃竞争 要联手合作了 这就说明中共党内反习近平的势力越来越大 迫使王沪宁和蔡奇他们两个人不得不放弃分歧 要联手合作来应对 本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公安部长王沪宁 也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是在中共党内反习近平势力 不断膨胀的情况下 李强和王小洪对习近平的立场开始变化了 他们不是那么中意习近平了 这也是他们给自己留后路吧 万一习近平出过什么事情 他们可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不注意遭到清算 而蔡奇和王沪宁是铁着心了 要跟习近平共进退 他们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在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不满越来越大 反习近平的声音越来越高的时候 作为习近平的两个最主要的亲信 王沪宁和蔡奇 也感到一种山雨越来风满楼的危机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不能再相互赠宠了 就要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人不联手合作 还是各自顾各自的话 他们就容易被各个击破 一般人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团结 所以现在王沪宁和蔡奇两个人团结合作 也就说明他们两人正在面临强大的敌人 另外解放军也没有正式对三中全会表态 也没有对习近平表示效忠 这也是说明军队对习近平的不满是一如既往的 这样看来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上可能是出现了激烈的党内斗争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公报通篇写成都是假大空的内容 也许就是这一次中共党内斗争的反应 今天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记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